案发72个小时 苏格兰场终于公布了第三名英伦杀手的身份 22岁的扎赫巴 母亲是意大利人 因此持有当地国籍 但她长时间都在父亲的故乡 摩洛哥生活 扎赫巴母亲的邻居形容 这名青年看起来非常良善 不像是会发动袭击的人 但意大利情报单位的说法就大为不同了 当局2016年在伯洛尼亚机场 拦截了相信是要前往叙利亚的扎赫巴 当时她身上带了和伊斯兰深圈国恐怖组织有关的资料 还说要当恐怖分子 当局马上禁止她出境 而她去年移居英国时 意大利已经通报对方 但英国警方和军情五处都没有怀疑过扎赫巴 同一天警方也搜查了伊尔福德一个住所 这个地点相信和其中一名袭击案嫌犯有关 至于爱尔兰当局也逮捕了两名三十多岁的嫌犯 他们涉嫌盗用恐袭嫌犯瑞多安的文件和个人资料 其中一人已经获释 就在调查人员忙得喘不过气的时候 星期二上午11点 整个英国都停了下来 默哀一分钟 纪念伦敦恐袭的死伤者 众人默哀的时候 曼赤斯特恐袭调查行动也有了进展 警方援引反恐法令在伦敦西斯罗机场 逮捕了一名和爆炸案有关的38岁男子 至于落网的19名嫌犯中 12人已经获释